24日中午,京城东门云环前面发生一起 一名印尼外傭骑着脚踏车,要赶去看护 行经博弈路东门云环前面的云环被一辆小客车撞上 在车底动弹不得,痛得不断的哀嚎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,将困在车底的外傭救出 一名徐姓男子驾驶的车子,是要在博弈路回转往榜林的圆环方向行驶 和一名印尼籍的女子骑乘脚踏车撞上 造成自行车的女性印尼女子驾驶,左脚骨折 在警方到达现场,实施酒册都没有饮酒的情况 造势原因在京城分局离清中 京城镇博弈路一段二字澳前路段,在今天24日上午11时25分左右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徐姓驾驶自小客车由博弈路一段二字澳前起步 回转准备往榜林圆环方向行驶 以一名印尼籍旗子骑乘,沿着博弈路一段 往榜林圆环方向行驶的自行车发生碰撞 造成自行车旅行驾驶,左小腿骨折,身体多数差错伤 由消防队送往布里金门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双方驾驶经警方实施酒策,初步排除酒后驾车行为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,由本分局离行当中 警方表示,驾驶人在行间路口或者是路段 想要回转应该遵守慢、看、停原则 注意力量、建速慢行